大家好 升旗而得讀 今天是2023年8月1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繼續跟大家研究香港的時事 我們這一節要研究的 也是另一場空嘯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研究這個叫做香港空嘯 香港一而再 再而三 發生大量不吉祥的事件 反映這個地方 地運真是永遠 我們當然也不是 跟大家 講不講迷信的問題 有些時候我覺得跟迷信沒有關係 有些事情發生 是一些叫做徵兆 是一些有代表意義的事 香港 持續不斷發生 空嘯 是有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地方 沒有天時 沒有地利 人不和 每樣 最惡劣的事情都是在這裏發生 然後這個地方 是絕對沒有可能和諧 所以我們 換一換個角度 暫時不再用 暫時不再用政治的角度 純粹看人和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概念 一個地方是充滿著仇恨的 仇恨不是說 你做完壞事之後 叫我 原諒你 你不用付出任何的代價 這樣叫做是沒有天理 一個沒有天理的地方 你想一個沒有天理的地方 有人和 其實是不可能 我們走到今時今日 從2019年到2023年8月份 我們一個看到 香港這一班做盡壞事的人 付出代價 都幾乎沒有 一個 那麼不公平 那麼沒有天理的地方 你想這個地方 發達 和諧 事事吉祥 你覺得 有沒有可能 這個地方充滿著所謂的怨氣 他們處理怨氣的方法 是把怨氣繼續升級 所以 蠢到沒有人有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完全沒有任何智慧的地方 當然不是 其他香港人 是在說在這裏話事的人 當權的人 是連最根本 最丁點而的智慧也沒有 這節要說的是 香港又出招 這些招式不單止 絕對無助制止香港的怨氣 只會 一定 是400% 使得香港的怨氣 只會繼續提升 甚至乎 是把整個的士行業 拖垮 我們在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大家現在在聽的 是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原因是因為我們的主頻道被封鎖 所以 我們只能夠用後備頻道廣播 敬請大家記得把支持六部曲 暫時轉移 在後備頻道 使用 記得繼續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閒大法 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們後備中的後備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也繼續呼籲 希望大家幫幫忙支持 希望大家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還有我們 後備頻道的會員頻道 敬請大家幫忙 我們目前也讚寫了英文信件 袁爸爸說幫我們 嘗試 透過印度那邊的關係聯絡Youtube的CEO 看看我們可不可以 快點回復主頻道 我們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我們在說這一節的同事 香港議會正在搞記招 記招 是一個午餐會來的 所以 記招的裏面也有很多 記者 以及 出席的人會是一路進行午餐 一路進行 發佈會 所以這個畫面有些 特別大家就注意了 有機會看到我們 袁爸爸或者是其他的主持 本台主持 Tony 還有Simon 有機會 直播吃飯 忽然之間使得我們這些時事 時事的KOL變成了 直播吃飯 變成了飲食節目 這個只是開玩笑 所以有時做直播比較有趣 因為各種畫面都會出現 我們回來研究 香港又一件是空笑 我們暫時放下政治了 我當然不是我們放下我們的政治立場 而是 我們用多個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用藍絲的角度 我不跟你說政治 我跟你說香港吉空 你香港每做一件事 如果 都是從 錯誤的方法 去進行 你那件事 有沒有可能 結果是吉 而不是空 正所謂的 色即是空 色 是容海恩 色負的色 他做一件愚蠢的事 結果 一定是空 不是吉 香港搞甚麼呢 香港繼續嘗試用錯誤的方法 繼續 累積社會的緣氣 香港早前發生了大都會事件 還有政府公布說在3月份的時候 曾經有的士 叫做賭破 說香港有炸彈的案件 說一名職業司機 是接載乘客的時候 無意之中 聽到乘客正在討論 是 放炸彈 到最後 警方拘捕了兩個乘客 說他們 是炸彈嚇炸行為 大家用智慧想想想 你信不信有這件事 當然如果那些可能是香港的黑社會 我也不覺得 香港的黑社會 是會喜歡跑去玩炸彈 因為 香港的黑社會 最多是打人 林洪友 他們知道 如果是搞炸彈 其實 罪行是非常之嚴重 尤其是現在香港 是有高壓 的管治 再加上國安法 所以如果你是正常 賺食的黑社會 你會不會在這幾年才來搞炸彈呢 所以 我根本不相信是有這件事 如果這個案件也不是跟黑社會有關 我更加不相信 香港 來到今年 還會有人無端端坐的士 討論一件這樣的事 然後被的士司機舉報 所以大家 只要有 十足的智慧 你就知道 那些所謂 政府發佈的訊息是不是真確 為甚麼政府要發佈一件這樣的事呢 就是為了要繼續推行 他們 錯誤的政策 繼續在這裏曝露 他們現在 是繼續在搞香港的全民監控 這次還要延伸到 叫的士司機 大搞這個全民反恐 建議職步 即是 將全香港 是過萬架的的士 變成了 監視人民 的一個中心 的士司機 就是原本 由接載乘客 本身香港的士司機 的名聲 都已經是相當相當相當之惡劣的了 當然我們知道 不是全部的士司機 但是由於 香港這個行業有太多壞份子 所以這個行業 一直 受到非常嚴厲的批評 這個行業本身已經如此有問題了 你還要 對這個行業 的人 受予監管的權力 令到 的士司機 變相變成了香港的城管 他們 建議職步 他們 絕對變成了 拿著這個公權力 一覺得 不對勁 不對勁 不是真的一個乘客 在車廂裏面討論 什麼犯罪的行為 很可能 跟的士司機 有衝突 然後的士司機 就說你 是有可疑 然後第一時間就報警察 以前跟的士司機有糾紛 警察到場 也可能是中立 但是你現在 無端端 是 賦予的士司機 監察人民 等於變成城管 我們可以徹底想像 這件事就是使得的士司機 一定會 濫於舉報 那些跟他們 有衝突 或者不禮貌的乘客 這件事進一步加劇 是香港市民 跟的士司機之間的矛盾 大家可能搭的士 要搭到 胸口 要揹著camera 好像 是美國的警察那樣 要帶著camera 執法 而的士人 為了要所謂的執法 他們又會裝著車廂的車鏡 這樣就是中國共產黨 最希望人民互相監察 互相檢舉 大家想一下 一個這樣的地方 會的士司機 跟乘客互相舉報對方的一個地方 你還想這個地方 吹吉避凶 正通人禍 我不跟你說政治 你覺得真的會走得通 你覺得這樣是化解怨氣 你覺得 全世界很喜歡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發達 的士司機 到處抓恐怖份子 很喜歡這裏的士 要多些投資香港 你信不信 會發生這件事 你說這個是不是 人禍中的人禍 香港沒有事發生 正如你 這一班 是中共的 中共的土共分子 所說 香港不要再唱衰了 香港真的是沒事的 就是因為有你們 你們 就是香港最大 最大的禍端來的 你這個禍端不除 基本上 香港 真是叫做 不用子而遊運客 現在 你這樣搞 我看到 是 本身已經被搬兵風 的各行各業 還有這個叫做運輸業 的士 市民沒有錢都已經不搭的士了 你還搞的士變成館 真的整個行業 被你搞壞了 我們這節也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我們再文下 監視 按 按